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今天咱们来聊聊转基因 我其实一直想做一期视频 但一直没想好怎么来说这个事 对于转基因,大家有不同的态度 有人觉得没啥,有人就特别恐慌 为什么觉得很恐慌呢 因为大家害怕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迷迷糊糊吃了转基因食品 也就是,无论什么部门主导 不管哪个专家推荐 你也不能把转基因食品强加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事关中国人身体健康和粮食安全的大事 必须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毒性 就是转基因食品是否会产生毒性 影响人体的健康 比如造成不孕不育等等 第二个是过敏 是否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 第三个就是环境风险 也就是种植转基因是否会污染环境 有很多专家科普过 说转基因没有任何问题和危害 绝对安全 甚至他们说 在自然界当中也存在基因转移的现象 我尊重这些科学家的专业 但我对他们的说法只保留意见 首先自然演化确实会发生基因片段 影响到其他生物基因片段的事 但这个都不是转基因 好像是叫基因飘移吧 但是那是经过大自然的结果 是经过了几千年几百年大自然的考验 证明了人类可以吃 现在的转基因食品是人造的 是人工该预的转基因 是把一个物种的基因片段移植或者插入到另一个不同的物种的基因内 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是没有经过大自然长时间的验证的 你说转基因没有毒 你拿不出证据 我说转基因有毒 我也拿不出证据来 所以还是慎重保守一点为好 我们都知道马和驴是不能交配的 人们非要将他们交配出来的结果 骡子那就是没有升职能力的 天下大事 有的可以做 有的不能做 可是我们人的欲望是大而无穷的 什么都想做 那么你做了之后呢 有的时候你是跟老天对抗 那对抗会违反天条 那有可能会被老天爷惩罚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 即使他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安全的 但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 需要长期反复的实验 绝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就可以断定他对人类绝对无害的 民以实为天 粮食安全需要全民的认可 你们同意吗 另外还有一些事情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转基因食品 比如之前召开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 新闻报道给国外大学生准备了 所有食物呢 全是非转基因的 这个绝对没有造谣 也不是道听途说 而是呢 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 换台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河北新闻 河北新闻呢 正好就在播这个事 我记得清清楚楚 镜头特写拍到了餐桌上的卡片 中英文写的都是非转基因食品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不用非转基因的 别人就不来嘛 而且据说农业部机关幼儿园呢 也是杜绝所有转基因的 包括我们举办的一些大型的国际活动 给老外吃的呢 也特地标明了非转基因 那既然转基没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标呢 目的不就是打消别人的怀疑吗 说明谁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也拿不准 既然拿不准 那就先不用呗 就是这个逻辑 但有人会说 大运会不吃转基因这个点呢 按照严格理论 确实无法证明转基因不好 但是更不能证明转基因好 你们说对吧 包括据说有一些机关食堂 也不用转基因 这个东西呢 咱们没法求证 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谣言 不过呢 机关呢也分级别 分等级 基层机关呢 可能就没这个条件 但是大机关食堂 对于食材的选择 肯定是有所挑选的 不知道现在 但是前几年呢 据我所知 每个省的机关食堂 都有自己专用的农场 有专人的种植 和采购的标准 那个西瓜 确实和市面上的不一样 还有白菜和西红柿 确实能有我们小时候 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 也让老百姓产生担忧情绪 比如说 欧盟退回中国 转基因大米的这个事 还有袁隆平 以前在视频当中 亲口说 中国大概三分之二的豆腐里面 都有转基因成分的问题 转基因大豆 不是说好的指炼油吗 因为便宜就可以做豆腐吗 那转基因的豆腐 可以给人吃吗 农业部批准种植食用了吗 法律允许吗 有哪个部门监管呢 这些疑问都没有人来回答老百姓 支持者去吃转基因 反对者不吃转基因 很简单的事 但有一点 两种食品必须区分开来 也就是要让人有知情权 让人有选择权 作为一个门外汉 在家里不愁吃砖的情况之下 我不愿意去冒风险 所以我会选择非转基因 但我支持对转基因生物的科学研究 尤其是我支持我们国家自主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炎 曾经对记者这么回答转基因的争论 他原话说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采用反转基因的态度 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缺点 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转基因的种子 产地都在美国 甚至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孟山都这一家公司所控制 但孟山都的种子特地加入了所谓的技术保护系统 你必须黏黏向孟山都去买种子 所以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 乃至于现在的转基因黄金大米 再好用再安全 我们也不能用 因为本国的种子资源被美国所掌控 那后果是太可怕了 当转基因技术未来被中国所攻破的那一天 我们才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的大胆的吃起来 另外我相信国内标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个实际情况就是 不遵守标准的人很多 当你只说技术本身的时候 那技术肯定没错 技术能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只要你把它推广到市场上的时候 你就必须考虑到市场的乱象 如果出了岔子 影响范围和造成的结果会不会很严重 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相信成千上万的科学家 研究人员精心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和标准 绝对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也相信 总有人会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不光不要脸 连基本的道德法律都践踏在屌底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 只希望监管能够再多一些 执法能够再延一些 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